我几个月的房租不交 算我倒霉啊 快点滚啊 喂 你在干什么 金金就滚 赖匠啊 哼 志愿 他太过分了 志愿 不如我先帮你交一下 这个月的租金吧 哎呀 不用了 我让你交钱了吗 你走开啊 我跟你说了不要跟着我 你怎么总是一魂不散呢 志愿 你到底为什么这么讨厌我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就算你不爱我 也不用对我充满恨意的 因为你是方家的人 你姓方 你们方家害得我还不够惨吗 那天秋呢 天秋不是野心坊 我当时就是傻 才会相信他 我相信爱情能够抵抗一切 但是我发现我错了 你们方家的人 都只会以家族利益为先 只要为了家族利益 别的人都可以不顾 志愿 其他人怎么样我不知道 但你知道我肯定不是这样想的 我不会相信你 我现在就想过平平静静的生活 我求求你了 求求你行吗 志愿 全都是我不好 是我没有好好地保护你 才会让你在外面说那么多的苦 对不起 对不起 退一步到底有多浩瀚 最后还是被盛世出卖 喝几行的床还怎么靠暗 志愿 洗澡水都已经放好了 你去放松一下吧 对的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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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煦 你不用跟我这么和气 你先去洗澡 我去帮你煮碗面带我吃 天煦 别再说了 我们与爱情无关 洗完澡再说 是我好寂寞又晚 在爱情的某一段 从哪有个人背叛 总敢有个人背叛 我们与爱情无关 不想你背叛绊 是我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陈超 我 我有些 算了 我不为难你了 走一步算一步吧 坐吧 这人 你快点吃 不然待会儿就凉了 怎么了 没有 就是觉得 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 安安静静地 跟你坐在一起 志愿 你可以暂时住在这里 平时我感到心烦的时候 我都会在这里躲几天 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的话 我明天就搬过来 可是 不用可是了 难道我在你心里面 真的却那么微不足道吗 天煦 我知道 你一直对我很好 但是 志愿 全都是我心甘情愿 你不用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天煦 我不想 好了 你想说什么 其实我都知道 你放心 我不会想想你去做什么的 我想要的 只是你过得开心安稳 不要在外面 再过那种漂泊的日子 好了 你累了一天了 爸 早点休息好吗 好 智云 我买了好多好吃的给你 有面包 有蹄子 我今天做些好吃的菜给你吃 好不好 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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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没有什么奢求 我只想让你过得好一点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我呢 智云 你回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的 我原本以为你不回来了 我决定不走了 留下来了 好啊 好啊 反正你愿意留下来的话 我什么都听你的 我今天特地做了几道菜 你以后就别吃面条了 来 坐下 好香啊 那我不客气了 好吃你就多吃一点 我不是在做梦吧 你思念我 一个人的城市 充满2个人的寂寞 自己对着昨天 静静等待 努力相信还有爱存在 对不起 芝月 但我真的不想再失去你 天煦 之前都是我不好 以后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好吗 我明白 爱 你让我只要抱着你 紧紧抱着你 一会儿就好 天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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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坏了 尝尝 你 ان the 喜欢吗 天旭 这 这个戒指 我 我知道 有点疼突了 但我只是 想尽快地和你结婚 我不想好像那一天一样 一转眼 你又跑了 我真受不了那么多次的刺激 跟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 我突然觉得 以前发生的种种事情 其实一点都不重要了 如果 你有一点点爱我 你的心里面 有一点点空间 可以留给我的话 你收留我吧 芝芸 你答应我吧 无论结果如何 我都可以接受的 不过 不过 你这样送我戒指 我还以为 你要我做你的保姆呢 我 我本来就是想 给你一个惊喜而已 你这个点头 是答应我的意思吗 我 我 我 呵 曾经的你现在会是在哪里 此刻的你是否还在想起